花莲县紫武县文教慈善协会 28号上午发送平安粥 这是协会多年来的传统 志工们一大早就开始洗米煮粥 并且分装好 让民众可以免费前来领取喝粥 创会理事长江如玲表示 寒冷的冬天因为有善心志工伙伴们的用心 让许多乡亲都可以喝到热热的粥 温暖在心里 每到岁末寒冬 花莲县紫武县文教慈善协会 就会号召志工们一起来主舟 发送给社区里面来享用 创会理事长江如玲表示 这项传统获得所有会员和志工们的认同 因此每一年都坚持要继续举办下去 15县市从我创会开始 就一直在做公益做慈善 那也经过李建市他们认同说 做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所以他们很坚持说一定要做 但是昨天我们就开始备料 那前置作业也有很多 还好有这些志工 昨天早上八点他们就全部来切菜 因为有些东西要重新处理过 就是要事前的作业 就是说要榨过 或者是要洗过 还有所有的用具全部都要清洗过 那这些塑料 我们都有去庙里 去祈求花莲市民能够吃得平平 这一年整年来 他们也真的过得 今年是不好的年 但是我们希望他吃了这个平安粥之后 能够过得更幸福更美满 志工们从前一天就开始买菜备料 28号早上6点开始洗米煮粥 一锅粥要熬一个半小时 每一碗粥都是志工们的满满爱心 而活动现场还有莲花师职会的师姐们 在义务帮民众来测血糖 也呼吁民众要注意自己健康 今年紫武县文教慈善协会 共煮了5000碗的平安粥 免费提供给社区民众来领取 热乎乎的平安粥 也让许多乡亲暖心又暖胃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